恩典三六五 祝福你全新的一天 全新的恩典 这几天我们要进入到以利亚的世界 在以利亚的身上我们看见好像昨天说 他是个很平凡的人 他跟你我一样的性情 他并没有性情特别 特别圣洁特别了不起 他就是跟你我一样很平凡 但是上帝却可以用他做成那个不平凡的事 为什么呢 我相信平凡如以利亚 他身上一定有一些我们可以学的功课 在以利亚在《猎王记》上十七章一开始 他一出场就说了一句识破天经的话 这个人好厉害 他说我宣告 他说我指着我所侍奉的这一位 永生的耶和华神启示我发誓 这几年如果我不祷告 就一定不会避不降落 避不下雨 哇 我就想这个人怎么这么厉害啊 他怎么敢说这样的话 他说这几年了如果我不祷告 不要说不下雨 连露水都没有 他敢这样的宣告 是为什么呢 他怎么这么有信心啊 是的 这个人被神用 因为他身上有一个值得我们学的功课 叫做信心 那你说我也来信心啊 那个人生病 我宣告你一定好起来 那个人死 我宣告你会活过来 那你宣告了半天没有作用 为什么呢 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 信心的根基不是我觉得 信心的根基是神的应许 神怎么说 那个事情一定会那样成就 我怎么说不一定成就 信心的根基是什么呢 这段经文的后面说 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 他照着神的话来传讲 所以一定成就 就好像约翰一书里面说 我们若照着他的旨意求 就知道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 我的宣告 我的祷告会成就 不是因为我声音大 不是因为我对我所讲的事情 很有信心 而是我真的知道 那是神要做 当神要做这件事 我照着神的心意去宣告的时候 我可以很有把握说 一定会成就 因为那是主要做的 但是如果那是我的想法 我觉得我想要 弟兄姊妹 我觉得我想要 不一定会成就 但是上帝要做的事 一定会成就 我们觉得以利亚好有信心 那个信心的背后 是他清楚 这是上帝要做的 奉主名祝福你 在我们人生走过的路上 我们一起操练信心 但是操练信心的前面一步是 操练听清楚神的心 在上帝的恩典当中 我再说 信心的根基 不是我觉得 我相信 我认为 信心的根基是 神的应许 因此宣告 有信心的宣告神的话 其实那个背后是 我清楚 这是神要做的事 祝福你 每一天读圣经 让我更清楚神的心意 更多的认识神 更敏锐上帝所要做的事 以至于 我们的信心 是有根有基的 一起来祷告 主要我们好羡慕像 以利亚这样 可以很有信心的 宣告你要做的事 因此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一起操练 天天在神的话语上扎根 以至于我们信心的根基 是你话语 是你的应许 帮助我们走在 上帝的祝福里 谢谢主 这是我们的祷告 奉主的名求 Amen 祝福你 今天在上帝的应许当中 做成神荣耀的功 记得 上帝愿意用你 若是你进入祂的心意 上帝愿意用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